Hello大家好 相机不成样就看Jason Yang 今天就是简单的做一下我2021年胶片相机的总结 因为我现在人在纽约 不是纽约 新泽西 所以我现在身边也没有很多相机 我来纽约就只带了几台相机过来 但是在2021年呢 其实我买了还挺多相机的 然后我简单做了一个类比吧 然后想看一下买了这么多相机 哪些是我认为值得留的 或者是全是纯主观 然后大家肯定每个人有自己想法 但是我是个人觉得还是值得记录一下 每台相机我给它打了一些分数 从锐度 颜色 虚化 性价比 轻便 做工 这六个项目从一到五分 然后每个会打一些分数 然后最有意趣的是 就是我想把它总分加一加 然后看出来哪台是评分最高的相机 好 然后简单就开始说一下吧 就我会把一些不太重要的相机 我就简单可能几十秒就说一下 然后一些排位比较高的呢 我就会慢慢说 所以总共来说 其实我今年买的差不多有三十几台胶片相机 然后有一些也卖掉了 现在手上留下来可能还有20台左右吧 然后先说一下评分最低的一台是Canon EOS 5和51.8 就是最早的小弹域镜头 然后它的得分是锐度三分 颜色三分 虚化三点五分 性价比四分 轻便三分 做工二点五分 总分十九分 然后再相机的缺点就是体积点大 然后替代别太多 所以再相机我就稍微只拍了一卷 然后我就卖掉了 然后倒数第二名的相机是Topcon Auto 1110 然后配的镜头是50f2 再相机其实我有做过视频 然后它的锐度三分 颜色三分 虚化三分 性价比四分 轻便三分 做工三分 总体得分十九分 现在相机其实我觉得还是蛮underrated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但其实画质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它的最大缺点呢 就是它的快门位置设计的 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你按快门的时候 你很容易造成你的照片是有一些倾斜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把它排在倒数第二名 然后倒数第三名其实还是蛮出乎意料的 是Mamiya 645配82.8的镜头 然后它是Pro和Super 其实都算这一代里面一台 然后锐度三分 颜色3.5 虚化四分 性价比三分 轻便三分 做工三分 总分也是十九分 为什么它相机得分这么低呢 因为就是它探的太重 因为我自己有哈苏6x6 然后用一个A16后背 完全是比这个Mamiya 645方便很多 唯一645的优点呢 就是它有个81.9的镜头 然后它有个过偏马达 然后很方便就可以 做出一些自动化的方法 因为它太重了 所以我也没带来纽约 然后后面倒数四名呢 就是Konica的Omega 就是3.5 然后这台也是做过视频的 然后它的锐度是四分 颜色三分 虚化三分 性价比四分 轻便一分 然后做工四分 总体也是十九分 它和之前的前面四台一样 就是真的太重了 太重之后导致 真的确实没有什么想用的欲望吧 然后但是它有个广角镜头还蛮好的 好像是五十几 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收到 有机会可以试一试 然后倒数第五名呢 就是海鸥4A 锐度二分 颜色三分 虚化三点五 性价比四分 轻便一分 做工四分 总体是九分 十九点五分 然后这台相机呢 怎么说呢 就是完全有一些爱国情节在里面 确实是富有中国历史的一台相机 特别是上海历史 然后这台相机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但是从出片方面呢 我认为三片头 至少在F11 是不一定能赛路来的 但是四片头呢 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如果你买天上想用来拍照呢 最好是把镜头换一换 或者拍人相机也OK了 就是它这相机 最大的让我的不爽 就是它的锐度 确实有那么一点低 OK 后来下面一台呢 是美能达的MXM7 然后配的是3570 这个F4的套头 然后锐度是四分 这个镜头非常出乎我意料 然后颜色是四分 然后虚化是两分 性价比3.5 然后轻便3.5 做工3 20分 比之前稍微上了一个档次 然后为什么我转相机 品分那么低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第一它确实功能真的太复杂了 如果你想把所有的功能学一遍呢 其实这个学习曲线还是挺高的 就新手啊 我不太推荐用这个相机 因为就是你要学太多东西 还能很容易忘记 当然它也有Auto模式啊 P档啊 什么都有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确实在相机塑料的嘛 其实也蛮容易坏的 就是你一撞就会坏 那现在我做过视频 然后我有很多 每天拿团 我也拍了一些样片 在那个视频里面 有机会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后面一台呢 是Canon AL-1配FD51.8 戴相机的锐度是4分 颜色3分 虚化3.5 性价比3 轻便3.5 做工3 总体也是20分 那相机优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 怎么说是一个对焦辅助的一个亮灯吧 也算是当年佳能的一个突破 然后在相机 其实我做过视频 但后来被我删了 原因就是这个 对焦提示用处不是很大 然后做工呢 其实也太差了 特别是它那个电池扣 非常容易断 所以这台相机 其实我入手了 没几天我就把它卖掉了 当年也是这个TC1的一个挑战 所以后来把它卖了 后面它也蛮有意思 是GW6903 然后在相机的锐度是5分 这台相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我今年 那个怎么说 视频播放量最高的一期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然后颜色3分 虚化3分 性价比3.5 轻便2分 做工3.5 总体20分 在相机其实缺点就是非常明显 就太大了 但是呢 其实它比4x5还是方便很多 就是 但是我为什么不是那么喜欢的相机 原因 我觉得是 就是你放在社交网络上 其实这个出片的效果和一般的35毫米的出片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但是你如果拿反转片来看的话 我觉得确实细节还是非常震撼 也就是说 它相机比较适合自己个人欣赏 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创作 或者很需要大画幅 我觉得相机还值得收的 而且它是纯手动的相机 也不太容易坏 其实周长价值还是挺高的 当然它的烧卷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后来其实在相机我其实拍了蛮多卷的 然后我有一期叫什么胶片中画幅对比 里面有很多样片 大家先去看一下 反正在相机我个人虽然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确实真的就是重 把它分数压低的一些 后面一台就是Olympus Mewtwo 然后锐度是3分 颜色3分 虚化2D 5.5性价比4轻便5分 做工2.5 然后总体是20分 再相机很有意思 我今年其实买了三台Mewtwo 然后卖掉两台 应该说买了四台 然后卖掉两台 然后有一台被我自己修坏 然后现在有一台 就是在我手上的放在包里 没带出来 然后再相机其实 虽然它得分不是很高 但是其实我用它拍的还挺多的 为什么 一是它是防水 二就是它非常非常轻 应该是我用过最轻的35毫米的胶片相机 虽然得分不高 而且它是全手动 全自动 也没有任何的那种 A mode P mode 但是总体来说 其实我相机还是蛮蛮有爱的 就是如果让我推荐新手 完全不懂胶片的人 入手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相机的话 我觉得这台应该是会 我会推荐 所以Mewtwo算是我今年发现比较有意思 而且它相机以前较五美金十美金 现在涨得蛮高的 已经差不多两三美金需要买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OK我们下一台就是莱卡的3F 然后配的镜头是五厘米的F1.5 然后这个镜头的锐度是两分 颜色两分 虚化3.5 性价比是4 然后轻便是4.5 做工4.5 总体20.5 在相机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是我买来 是真的把这相机全部拆了一遍 然后给它换了取景器的玻璃 反光镜 然后凶了它幕布上的漏洞什么的 反正这相机真的是 从头到尾让我学习了很多莱卡的姿势 因为修了在相机 我后来把我的莱卡3F 莱卡M3也自己修了一遍 反正这相机怎么说呢 就教育意义比实际大很多 因为这个3F 其实我觉得配F1.5 就确实有点太大了 而且这个镜头确实只适合拍人像 也不太适合拍风光什么的 所以很难真真正的感受 这个3F的精美之处吧 就是我觉得还是配个5厘米F3.5 或者5厘米F2 那个镜头会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镜头配的不对 所以而且它需要保养 镜头也容易起雾 所以不是那么推荐吧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 以比较便宜价格收到一台 其实你还是能体验一下莱卡的魅力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